祝福王天 чтобыnyếnい 祝福王天の神 祝福王天祥 祝福王天神 祝福王天roduction 祝福王天1、8、8、11、11、20、 commercio 祝福王天宥 遵照政府的規定 宗教場所不開放 所以有兩個多月 我們都沒有辦法來會堂參加實體的聚會 雖然疫情稍緩 但是仍然不能放鬆 所以政府目前雖然疫情有降級 但是還是有些規定的限制 所以我們仍然沒辦法讓我們所有的信徒 都到會堂來參加實體的聚會 因為只有50人限制 所以我們只能夠用分區分流的方式 讓大家來會堂參加聚會 但是我們在線上仍然有同步的直播聚會 所以我們縱使無法到會堂來 我們一樣有直播聚會 為了在這個疫情期間 可能不是一兩天短期之內可以結束 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模式 當然我們的信仰也是要做另外一個方向的檢視 過去我們可以很自由的參加聚會 也許我們不覺得我們的信仰需要做什麼樣的調整 覺得我們有空來參加聚會 可以聽神的道理 但是當我們不能到會堂來的時候 我們的拜神的方式 我們的信仰的模式 當然我們需要做一個檢視 所以這也是另一方面神要讓我們調整 我們跟神的關係 聖經裡面記載古聖徒 他們在拜神的事上 都是隨處竹壇獻祭 也就是不管到哪一個地方去 他們第一個工作 也就是他首先 就是做足壇獻祭 來求靠神的名 也就是拜神 那我們今天在這個疫情 所造成我們生活模式的改變 其實也是要讓我們開始 來重新檢討我們跟神的關係 跟我們拜神的問題 所以當我們不能很自由的到會堂參加聚會的時候 那當然我們應該要做這個隨處的祖壇 也就是家庭祭壇 所以教會為了要讓我們每個家庭 都能夠來做這個家庭祭壇 所以期待我們每個家庭 至少有一次全家能夠一起讀經禱告 讓我們每個家庭都能夠借著家庭祭壇 來尋求神 來敬拜神 來思想神的話語 那我們今天晚上的聚會 就用我們家庭祭壇的進度 詩篇第五篇 我們一起來讀詩篇第五篇 詩篇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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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 還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惡的 說謊言的你必媚覺 好流人血的弄詭詐的 都為耶爾法所憎悟 至於我 我必憑你豐盛的慈愛 進入你的拘手 我必存敬畏你的心 向你的聖殿下拜 約和華求你因我的仇敵 憑你的公義引領我 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 因為他們的口中沒有誠實 他們的心裡滿有邪惡 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 他們用舌頭搶滅了 神啊求你定他們的罪 願他們因自己的計謀跌倒 願你在他們許多的過患中 把他們逐出 因為他們背叛了你 環頭靠你的 願他們喜樂 時常歡呼 因為你護辟他們 又願那愛你靈的人 都靠你歡欣 因為你必誓服於義人 約和華 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 四面護衛他 詩篇第五篇 是大衛所寫的詩 那這第五篇 大衛在寫這一篇四篇的時期 就是他在逃避亞沙龍 在逃亡的這個時期 因為他的兒子亞沙龍的叛變 在這個逃亡 又在逃亡當中 又因為這個尋求四美的協助 可是呢 卻遭到四美的辱罵 又獲悉這個亞希多福的惡劑 所以在種種的患難 在種種的危險當中 當然他的內心也非常的悲憤 來向神祈求 求神能夠救他 脫離惡人的祭謀 能夠得到神的保守 所以這第五篇就是他的禱告 他向神祷告說神必保護我 那這個第五篇 是屬於個人的祈求 也是屬於哀歌的四篇 我們從第五篇 我們大概可以把它分成 他其實這個詩 他寫這一篇詩篇 其實是有一個非常的對照性 大衛他在寫詩的時候 其實他這個詩歌 他有他的特色 那我們把這個第五篇 他在這個尋求神 在向神祷告的時候 他等於是前後做兩半的一個對照 那在前後兩半的對照當中 他也分成這個藝人的部分 再來就是惡人的部分 再來就是個人的部分 那後半段就從個人的部分 惡人的部分跟藝人的部分 所以這個大衛在寫這個詩篇 真的是很有他這個詩體的特色 那這個第五篇的背景 就是薩摩爾記下15章到17章 所以如果我們回去有空 我們可以把這個 他寫的這一首詩歌的背景 我們可以把它看一看 就是薩摩爾記下15章到17章 那我們讀過之後 我們再來看這一篇詩篇 再重新去思想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想到大衛當時內心的心境 那麼他是為什麼會這樣向神來祷告來呼求 那他的這個祷告的情境 我們就可以大概比較能夠去理解 那我們就從這個六個段落 來思想當中的教訓 第一節到第三節 這就是他向神來祈求神的垂聽 那所以他向神祈求的時候 我們看他的祷告的內容 第一節到第三節 他說 一二瓦求你留心聽我的言語 顧念我的心思 留心聽我的言語 顧念我的心思 第二節說 我的王我的神 求你垂聽我呼求的聲音 因為我向你祈禱 他向神祷告 他祷告的這個 他是這樣向神來表達 在言語上 就是他祷告的內容 非常的清楚 他祷告的內容非常的清楚 他說 求你留心聽我的言語 也就是說他向神祷告 是很有這個清楚的內容 我們今天在向神祷告 其實也是要這樣 很清楚的 我是要向神祷告什麼 我們來看馬太福音第六章 馬太福音第六章 馬太福音第六章 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節 你們祷告 你們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許多重複的話 他們以為… 話多了… 必聞垂聽 你們不可笑法他們 因為… 你們沒有祈求以先 你們所需用的 你們的天父早已知道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 這是主耶穌在教導門徒禱告的內容 這就是我們很熟悉的所謂的祈禱文 那在這個祈禱文 主耶穌教導門徒向神禱告的祈禱文裡面就很清楚 不是用很多重複的話來向神說 因為神知道我們的心思意念 所以主耶穌在這裡就說了 祂說你們禱告要這樣說 也就是很清楚我要禱告什麼 那很清楚我這禱告的對象 就是向這一位永生的神來禱告 所以非常的清楚 那禱告的動機要很正確 這個心思我們看回來第五章 第五篇說顧念我的心思 也就是說在心態上 這個純心要非常的正確 禱告的動機要很正確 我們要禱告什麼 我們動機要正確不能忘求 不可以忘求 這個我們禱告要何無神的教訓 何無神的旨意 有些人禱告是忘求 這個是在跟神交易呢 或者是在求神讓你在能夠得到某些你的欲望 那這一些都是屬於忘求 那這樣的禱告當然動機就不對 所以那種純心心態上不正確 那這樣的禱告當然神就不會垂聽 那大衛他又向神 禱告的時候第二節說 求你垂聽我呼求的聲音 因為我向你祈禱 求你垂聽我呼求的聲音 這個聲音就是表示禱告的態度 我們在禱告的時候 子耶穌也說要情辭迫切 這個就是禱告的那個態度 表示你禱告的事情你覺得很需要 這個就是禱告的這個情辭迫切 就像一個孩子在對跟父母親要求 能夠買什麼他想要的東西的那種 祈求的態度 一直的想要求道 而非常的迫切 那那種迫切很 內心覺得很需要 會藉著言辭來發出來 如果我們禱告的聲音好像有氣無力的 那怎麼會 怎麼會顯示出我們向神禱告的那種迫切呢 所以禱告要迫切 延遲迫切 然後呢要恆切的禱告 就是要有這樣禱告的心 那這樣的禱告 才能夠得到 神的垂聽 我們再看 第三節 第三節 這個禱告節 一張 這個早晨是最好 所以早晨他說 這個大衛說 求神在早晨你必聽我的聲音 那早晨我必向你沉迷我的心意 也就是說 這個 早晨是我們一個人的 這個內心 最 等於是最清新 最沒有其他的雜念的時候 那晚上可能一天勞累下來 有很多煩心的事 有很多雜事 會干擾你的心思 那麼在早晨 通常是一個人最清新的時候 所以 早晨禱告 當然 我們能夠在任何時間 定下我們向神禱告的這個時間 當然是最好 所以有些人是早上禱告 晚上禱告 那 早晨的禱告 真的是非常的需要 那 大衛他說 早晨我必向你沉迷我的心意 必要警醒 這個 早晨的禱告 除了內心比較清新以外 再來就是 能夠 能夠來 警醒 安靜 來 祷告 所以 祷告的時間點 大衛很把握的就是 早晨向神的祷告 那第四節到第六節 就是 大衛在他的祷告當中 向神祷告當中 他相信這位神是一位忌惡如醜的神 我們來看第四節 第四節 第四節 因為你不喜悅惡事的神 惡人不能與你同績 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 環宙內的都是你所恨惡的 收訪的你必媚訣 他相信這位神是一位忌惡如醜的神 也就是說 他相信神 他的心意 是不喜歡惡事的 所以 神的立場很清楚 也就是說 他不喜歡 不喜悅這些惡事 當然 這個 惡人 神就不能夠跟神來同居 相對的就表示說 神不會與他們同站 所以惡 神是不會容納惡事 因此 大衛很清楚 這一些 追殺他的人 這一些用詭計要來害他的人 這一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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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恩 來 來怒罵他的人 就是這個四美 他去尋求他協助的時候 他卻反而怒罵他 所以 這一些怒罵他的人 這一些都是屬於惡人 所以 他相信說 惡人是不能夠與神同居的 也就是說 神不會與他們同站 這個就是 大衛 他很相信 很認定 神的立場就是這樣 神的立場是一個忌惡的神 那麼神對惡人的反應 是什麼呢 我們快看第五節 第五節 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的面前 我們看 我們看 這兩節聖經 就很清楚 大衛很清楚的來述說 神對惡人的反應 那所謂的惡人 第一個是狂傲人 第二個是 咒孽的 第三個是 收謊的 第四個是 耗流能血 弄鬼詐的 這一些都是 惡人很容易產生的一些 存心 所以 一個基督徒的信仰 其實我們也要謹慎 狂傲人 不能站在神的面前 那座內的 是神所恨悟的 那再來又提到了 收謊言的 收謊言的 所以 這一些都是我們 基督徒 應該是要 常常提醒自己 收謊言的 這裡 大衛 他這樣說 說你必媚絕 收謊言的 神要媚絕 所以可見 這個 這個 這個後果 是非常的嚴重 表示神很恨悟 那我們今天在 生活當中 其實 我們應該是一個 基督徒應該 像子耶穌所 所教訓我們的 我們說話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我們不需要 這個來 收謊言 來 為了某些事 我們來 來收謊 那 有時候我們會說 這個 謊言有所謂的 善意跟惡意 其實在聖經裡面 並沒有這樣 分配 聖經裡面 謊言只有一種 沒有所謂的 善意惡意 所以 這只是人的 自言其收 謊言就是不對 謊言就是 就是 落在神的審判當中 所以 大衛他的祷告當中 他就說 收謊言的 你必媚訣 他相信 神是不喜歡 不喜悅這種 收謊之人 所以我們 不應該在 生活當中 成為一個 謊言者 那 一個收謊之人 當然會 落在 審的審判裡面 這個 在起書裡面 有提到 這個 將來 這個 收謊的 也會 落在 這個 審的審判當中 要在 這個 流 這個 流 黃的 口湖裡面 在審的審判裡面 其實 這樣的 禍果 是相當嚴重的 那 收謊的是 神所恨惡的 那 好 流人血 弄鬼詐的 流人血跟鬼詐 鬼詐就是 這個 用 用 這個 不好的 事 來 來 對待人 這個 鬼詐的心 來 對待人 也就是 這個 人跟人的 互動裡面 不是用很 真誠的 態度 而是用 鬼詐的 心態 來 讀詐人 或者來 對待人 所以這些 跟 流人血 流人血 等於是殺人 流人血 的是相等的 弄鬼詐跟流人血 這裡是相等的 所以好流人血 跟弄鬼詐的 都是神 神所真惡 所以 用鬼詐的心 來對待人 雖然你沒有殺人 其實 跟流人血 跟殺人 其實神是同等的恨惡 所以 我們在 這個 人跟人的 互動裡面 我們應該是很 真誠的 跟人 來對待 而不是用 用 鬼詐的心 來 對待人 其實這個是 跟流人血 殺人 都同等 是神所恨惡的 那 後半段 再來就是 第七節 第七節就是 這個 提到 大衛等於是做一個小結論 第七節 我們來讀 第七節 至於我 我必憑你 豐盛的慈愛 進入你的居首 我必存敬畏你的心 向你的聖殿下拜 他提到自己的存心 他相信神必悦納他 所以他也相信 只要他個人 能夠 這個 在神的慈愛裡面 那就能夠享受 神的恩典 進入神的居首 進入神的居首 是表示能夠 在神的恩典當中 得到神的保護 能夠在神的保障裡面 所以他說 至於我 我必憑你 豐盛的慈愛 進入你的居首 我必存敬畏的你的心 向你的聖殿下拜 他相信神是慈愛的神 那麼神是慈愛的神 需要人用敬畏神的心 所以他說 我必存敬畏你的心 來敬拜神 來向你的聖殿下拜 就是來敬拜神 我們常常在講敬畏神 敬畏神 敬畏神 就是發自內心 發自內心 在拜神 那發自內心 真正的在拜神 你是用 一個很虔誠 很實在的心 來拜神 而不是表象的 所以子耶穌說 我們拜神要用心靈跟誠實 就是發自內心 就是發自內心 實實在在的 在敬畏神 那麼實實在在的 在拜神的時候 你就不會敷衍神 所以對於神的話語 對於聖經的道理 我們就不會用敷衍的態度 我高興 我就這樣遵守 我不許約 我就找很多理由 甚至表象的好像遵守 其實這個就不是敬畏神 所以對於神所恨惡的事 你就會畏懼神 因為這是不義的事 這是罪 所以你就會畏懼神 所以在惡事上 你會畏懼神 那你會存著 這個實在的 虔誠的心來拜神 這叫敬畏神 那一個說 我很虔誠在拜神 可是呢 你對惡事上 卻沒有畏懼神的心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的 惡人的現象 那惡人的現象 比如說說謊話 這個鬼詐 那這一些 如果你是真正 在拜神一個敬畏神的人 你就不會有這樣的存心 你也不會用這樣的方式 來對待人 因為你的內心 會畏懼神 在惡事上 你會畏懼神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敬畏神 所以大衛他在這裡 他說至於我 我必憑著你的豐盛的慈愛 進入你的拘手 也必存敬畏你的心 來拜神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 也應該要學習的 那後半段 從第八節開始 就反過來 他從個人 跟神的關係開始說 我們看第八節 第八節 開始 這個 第八節 開始大衛的禱告 他從他個人開始 他相信神必引導他 也就是說他的 雖然他在逃亡的路上 雖然他還是在 這個煩濫的路上 可是他相信 所以他說 約我求你因我的 他說約我求你因我的仇敵 憑你的公義來引領我 使你的道路 在我面前正直 也就是說他相信神會引導 所以雖然有仇敵的攻擊 但是他相信神是公義的神 一個敬畏神 一個尋求神幫助的人 一個存著敬畏的心災拜神的人 必然會有神的引導 神一定會顯出他的公義 因為他要成為一個敬畏神的藝人 所以他相信神必然會顯出他的公義 雖然仇敵在攻擊他 雖然有人在追殺他 雖然有人在怒罵他 可是他相信神會看顧 神會引導 神會顯出他的公義來 所以神的道路在人的面前是正直的 我們今天在信仰生活裡面 我們也要相信 我們不管在任何的環境當中 我們都要相信有神在引導我們的路 縱使我們很委屈 縱使我們在這個逆境當中 我們也會相信說神的恩典必然臨到我們 那第九節 第九節 第九節他在祷告當中 他又提到這個惡人 所以他說神是一個賞賞華厄的神 這等於是在對他剛剛向神呼求的 相信神必引導他的道路 所以等於是一個進一步在說明 這一位神是一個賞賞華厄的神 所以第九節他說 因為他們口中沒有誠實 他們心裡滿有邪惡 他們的喉嚨是敞開了浮沫 他們的舌頭掐滅人 也就是說仇敵會 仇敵的避害是因為口不誠實 那心中有詭詐 那喉嚨吞噬人 舌頭掐滅人 也就是說 這樣的仇敵的這些行為 可是神會顯出他的公義 神會顯出他的公義 所以這一些仇敵的惡行 這一些仇敵的迫害 這一些仇敵的追殺 必然沒有辦法成功 也就是說神要來顯出他的公義 會來定這些人的罪 會讓這些人的計謀失敗 會讓這些人的行動 沒有辦法成功 我們再看第四節 神啊 求你定他們的罪 願他們因自己的計謀跌倒 願你在他們 他們許多的過犯中 把他們逐出 因為他們背叛你 這些仇敵因為違背神的命令 所以他相信神一定會定他們的罪 也會為了會因為自己的計謀來跌倒 雖然是軌跡很多 可是會這個現在自己的所設計的這個網絡 就是落入自己的軌跡當中 所以會因為自己的計謀來跌倒 會在許多的過 神會在他們許多的過犯中 把他們逐出 因為他們都違背了神 十一節 還頭靠你的 願他們喜樂 時常歡呼 因為你護弊他們 又願那愛你名的人 都靠你歡心 十二節 因為你必誓服給藝人 約和法 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 四面護衛他們 這個是大衛最後祷告的結論 就是又談到一個藝人 他一定會得到神的眷顧 所以這一段 這兩節經節跟前面是相呼應的 跟一到三節是相呼應的 都是一個藝人 必能夠得到神的垂聽跟眷顧 那最後這邊就是大衛他相信一個藝人 他的祷告一定會得到神的恩倦 那他也相信他自己要進入一個藝人的族群裡面 也就是到藝人當中 所以他說 還投靠你的 願他們喜樂時常歡呼 因為你 你護弊他們 投靠神的人 一定會得到神的護弊 也就是說一個求靠神 投靠神的人 這個尋求神的人 都會 得到神的保佑 神會看顧他 神會看顧他 會保佑他 所以 縱使 這個落在 惡人的這個 所設的陷阱 或者在危難當中 在 這個 有生命的這個危險當中 也會得到神的保佑 因為一個投靠神的人 必 得到神的護弊 那 連六個中的 我們來看 133篇 十一 十二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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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名是有福的 我們再看十八節 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他的人 並仰望他慈愛的人 要救他們的命脫離死亡 並使他們在饑荒中存活 我們的心向來等候耶和華 他是我們的幫助我們的盾牌 這也是大衛所寫的詩 那麼大衛在這裡他說 一個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 那麼神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些屬神的子民是有福的 那神的眼目是看顧敬畏他的人 所以可見一個敬畏神 尋求神仰望神的人 必然得到神的保佑跟看顧 所以投靠神的人 神要成為他的幫助 那也要成為他的盾牌 盾牌就是保護他 所以我們再看回來第五篇 第五篇裡面也就是這樣 所以第五篇裡面 大衛的這個禱告裡面 最後的結論他也說 說耶和華必賜福給一人 耶和華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 四面來護衛他 一個愛神的人 一個尋求神的人 他們會得到喜樂 會得到神所賞賜他們的喜樂 歡呼 那麼他也相信神必看顧他們 所以他說 說神要視福給一人 神必用恩惠如同盾牌 四面護衛他 神的保護就像盾牌 四面在維護他 所以一個尋求神 一個投靠神的人 都會得到神的恩賬 就像用盾牌來維護他一樣 讓他能夠得到神的護匹 讓他能夠在神的恩典當中 享受神的保護跟平安 我們第五篇就談到這裡 我們一起來唱詩294首 294首 有份嘉賓 有份嘉賓 不為? 發生在此 我會二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